像你講過F12 你就記一下F12 它會自動幫我把右邊這部分打開 所以如果你今天JavaScript沒有關掉的話 那就是可以用那個 它這邊也不能按右鍵 所以你用F12 然後它就出現了 出現之後也許你可以用這個什麼 選取的方式去看一下 像這個標題是威力採 底下的其實你會發現這個是H1 就標題1 然後它的名稱叫F12 底線的Rate18 OK 所以底下的話大樂透是不會一樣 大樂透也一模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先抓第一個就好了 先來練習看看 如果第一個W8之後 其他你就可以再往下 反正用一樣的方法 就把所有東西再全部抓過 第二個的話 它的規則一定也是這個是一個table 這個table的名 這個class名稱是table的win 底下我看一下是不是也一樣 所以威力採看一下 大樂透裡面這個是不是也一樣 它也是tablewin 所以win的話應該中獎的意思 所以是每一個每一個都是一樣 但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好像到最後面這一個 最後面這一個看一下 頭獎這一個 這個這個是不是也是 它也是 可是底下這個 它就不叫tablewin 它叫table- 所以會變成說 如果你抓取的數量 上面這個如果有H1的這個 Fone的Rate18的話 會比底下這個會多1 它最後這一個就不叫table什麼 然後是tablewin 它叫table- 所以這個就不ok了 所以這個 總量的話也許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當然就是先分析一下 再來底下每一個 每一個機中就放在span裡面 所以我們要抓 我們先抓威力採好了 所以第一個要怎麼抓 第一個 先知道一下 它這個規則 也許如果你前面按右鍵檢查 現在的話點它 這邊也一樣 所以把H1或slate H1 點這後面的class名稱 或者你也可以用H1 然後豆點class 一樣的方法 我用fine好了 所以只找一次的話我用fine 那我就第一個 先前面都一樣 那一樣是utl8 為什麼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head 就知道utl8 然後再把資料 未給這個beautifulship 丟過來一個物件 那一樣就用fine fine的話是fine一個 我們先fine第一個 就威力採 然後它一定是H1 後面的話是它的class名稱 就抓到第一個 就威力採的 待會如果你全部做完之後 你再去看一下 把它改成fine all fine all的話 就是把所有標題都抓過來 但是它會跟那個底下這個 我們先fine 跟這個fine table 裡面的那個table win 會多一個 所以也許你將來跑回圈的話 可能要不就是以什麼 以這個當成它那個長度 不然的話會多一個 會錯誤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把這個table裡面的什麼 table裡面的下一切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一樣 就是這個table如果抓回來了 它裡面的話 我再去抓裡面的span 所以這邊的話 總共有這麼多span 假設我先把它全部抓下來好了 那我就是fine all 把裡面的所有span抓下來 再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它做個排列 不過你要確定一下 什麼抓下來的這個東西 假設我今天print了什麼 把這個先data1裡面的東西print了出來 比如說今天把它print了出來 裡面的話當然會有一些問題 你也可以先確認一下 因為我這邊是只有fine 所以裡面的話呢 會是文 就只有一個 不是一個类色 所以你不需要用中國阿武 這邊的話 如果要抓裡面的資料 就點test 不過好像也會有類似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它裡面的資料 一樣會有什麼呢 前後空白的問題 因為很多類似相關的資料 都會有前後空白 所以如果前後空白 你不會用那個什麼呢 strip 所以strip 這個基本上一定要會 不會的話 你這個實在麻煩 那你也可以用replace replace空白 如果strip不是比較簡單嗎 ok replace很好用 replace 你就是把空白變成沒有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問題strip不是比較簡單嗎 方法很多 但是一定要會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我們就抓到datae之後 其他的話也許table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分別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給print出去 那print出去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是先print什麼 print這個標題名稱 它的標題名稱就datae the text strip 就微粒彩 加上開獎順序 特別注意後面的話 如果我不加這個東西的話 我先不加好了 他會有什麼結果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n在這一個第三個 為什麼第三個 其實喔 這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觀察一下 span的話呢 好像上面還會有這個span 跟這個span 有沒有 前面好像有幾個span 你要把它扣掉 這一個兩個 三個 所以零一二都不行 不然的話他會把什麼啦 其別這些 幫你把它輸出 可是我不要這些嘛 所以我零一二都不要 然後從第三個開始輸出 所以刪到最後一個 LEN全部的span 幫我輸出好了 那輸出的話就是把裡面的文字抓出來 把它直接輸出 那輸出的話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裡面 只要是print跑回圈的話 一定都有換行 這邊有換行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把這個換行給拿掉 逗點 這個我印象中好像之前有講過 後面的那個空白刪掉的話呢 就是直接怎麼樣 加一個最後的那個位置的字元 幫我變成沒有 這樣子的話直接輸出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結果就是威力才在開講順序 就把網路上的那些字全部撈下來 但是呢這個還沒有達到我們要的結果 因為我們要的結果是什麼 幫我把所有的開講 包含就是說像威力才 大樂透底下所有的東西 都幫我把它抓出來 所以請各位待會試試看 這是開講的第一 第二第三也許你就是 再分別這個抓下來了 所以標題這個抓下來了 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分別就是一個一個的往下抓 但是我也不知道幾個啦 不過我知道它的規則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如果你要抓那個網頁上的資料 你可能還是要熟練的使用什麼 我覺得這個箭頭真的蠻不錯的 OK 不然的話像 如果你不會用這個方法 說真的要慢慢檢查 或者是慢慢去爬什麼 爬那個原始檔 像以前人都是直接叫你什麼 直接去爬這個原始碼裡面的東西 爬自己慢慢看是可以的 只是探花時間 後來發現這個箭頭真的太好用了 直接指向它就好了 OK這是一個簡單的技巧 那請各位試一下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把 那個開採的所有的資料 全部抓下來 那因為抓取的資料 實際上我們是抓那個HTML 並不會去抓到JavaScript 所以你會發現 JavaScript並沒有辦法限制 我們不能抓什麼資料 它沒辦法阻擋 所以基本上這個資料要用那個Python來抓 應該沒什麼問題 不過其實從那個 這什麼 這個道高一尺磨高一尺的角度來看 其實你要抓人家的資料 你當然相對的話 你也可以以後可以防 也可以做一些防止人家抓取資料的方法 假設你的網站上面的資料 是不希望被人家抓取的話 那你如果知道說人家怎麼抓你的資料 那你就盡量在那邊設一個更高的門檻 相對的它就沒有辦法把你的資料給爬回去 OK不過這個當然就另外一個部分 OK其實未來應該還需要有人 會有需要有什麼呢 爬蟲的高手 當然也會需要有不讓人家爬蟲的高手 OK所以這種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著先把台彩的 網站上面的資料 每月試著 先想想看 所以第一個 先把標題先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table抓下來 table裡面的所有的span span裡面也許 0、1、2不要 第三個在抓 就算是不動了 好 好 好 乾杯 嗯 OK 好